你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啊 依依你在说什么呀 为什么以后都不要再来找你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总之你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依依 你搞得我一头雾水 你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 快给诚诚哥说吧 网上有些人说 我一个年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的人 走小脸海蟆吃铁鹅肉 但是诚哥 我这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你的 哦 你说的是网上那些评论是吧 依依 其实你完全不用在意那个的 你要知道互联网这么大 什么人都有的 你刚刚说的那些评论 其实我也看到了 但是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呢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 别人怎么说我们管不了 我们只需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你不要因为他们一些言论 就影响你的心情 影响你的选择呀 依依 我跟你说 其实不喜欢你的人 无论你做得再好 他们一样不会喜欢你的 再说了你看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他们都希望你的日子 可以过得越来越好呀 可是诚哥 我不能装都没看到啊 依依 你的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别人不知道你的生活 不了解你 那也情有可原 他们不可能跟你感同身受的 所以依依 你不要因为他们一些不好的言论 就左右了你的情绪 影响了你的生活 这样子会得不偿失的 其实依依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有句话说的好 人无完人 硬币都会有两面性呢 更何况是人呢 有喜欢你的人 就一定会有不喜欢你的人 你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不喜欢你的人 就放弃了追求幸福的权利啊 再说了 依依 你看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你不能因为说 一小部分人不喜欢你 有了一些不好的言论 难道你这一辈子 就不追求幸福了吗 就不嫁人了吗 你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啊 诚哥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这些想法 我现在只想把我的孩子 好好地养大 我想着到时候他长大了 我也老了 他能照顾我 依依 你这想法就不对了 你要知道 等以后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 他也会结婚生子呀 那个时候 就各个各地生活了 哪里还能一直照顾你呢 这世界上 没有人会一直陪你走到最后的 依依 诚哥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但是被误会的感觉 真的好难受啊 依依 这就是你心态的问题了 其实 你就选择了那些 对你不好的言论去看 但是你忽视了那么那么多 一直喜欢你 爱着你的人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 都希望你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好 你看 特别是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能够独当一面 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依依 我跟你讲 嗯 你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对你不好的言论 就忽视了绝大部分人对你的爱呀 诚哥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 不让那么多关系我的人 失望了 对 你只有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把家庭照顾好了 孩子照顾好了 才能不辜负那么多喜欢你的人呀 我知道诚哥 我知道怎么做了 依依 其实那些喜欢你的人的话 你要多听 但是不喜欢你的人的话 你选择去听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 你每天都会处于自我怀疑当中 会活得很辛苦很累的 诚哥 我知道了 谢谢你看到了 我这么多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我以后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真的 我也一直希望你可以开心快乐的生活着 能够把家庭照顾好 孩子照顾好 这样子的话 我心里面的一块石头也落下了 好的诚哥 我真的也忘完了 走 我们回家做饭吃吧 行吧 那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